本來就不應該再讓嘛 誰讓誰就有問題 現在高宏安自己要把這個 自己遠前的問題處理 你看這個 大家有列表嘛 他接下來有這個 一大堆開庭的日期 然後這個市長 大家趕快去搶票 不是搶這個IU的票 昨天有人跟我說 沒有搶到很難過 但是這個 新竹IU是不是 對... IU要提告了 對 我看到那個高宏安 要開庭的那個日期 我本來把它遮起來 我以為那個是 葉原資通告的日期 我說奇怪怎麼那麼滿 但我後來想想 不對葉原資的通告的 那個場市應該更滿 所以說對 那個是高宏安的這個開庭日 但講真的 你看高宏安下去開庭 我不知道 他的完全就是要把他當作 是一場政治秀 為什麼你看第一這個 動員里長到現場去 這個不要騙大家 第一天出來混啦 這個你說是自發性的 對啊 當然是自發性的 你去找里長跟里長這個訴怨 然後跟里長抱怨 里長說那我要去挺你 這樣算是里長自發性的 還是你暗示他要來 這很清楚嘛 第二個 你現在把他這樣子 搞成政治事件 大家會關注嗎 剛才已經在講 這個法官不喜歡 會不會影響到法官的心證 你第一 你這個自己本身就要小心 第二 你現在這樣子做 完全不會有人覺得你無辜 為什麼 因為過去不分藍綠 很多這樣子類似相關的這種助理罪案 幾乎都是這個內部的人拿出來報的嘛 所以說你講說我們當然不要為審宣判 然後在這個判定之前 我們要推定為無罪 但是問題是這個是你裡面的助理 自己出來爆料的 連裡面帳車等等都非常清楚對不對 今天還衍生出了什麼 這個金粒湯的這個金粒湯的事件 這個我剛才我還需要多講吧 這個就是總之這個金粒湯 反正高鴻安就是還特別去拿了一張手具 對不對 因為說這個要收費一千塊這樣子 這四叉貓爆料 搞得邱穎最後要出來澄清 原來是他打的金粒湯 對 那這個本來 本來這個高鴻安聽說有這個 他那邊有金粒湯可以喝 所以就這個很愛臭熱鬧的過去了 他是不是本來原免費 就跑去喝了 對 但是邱穎有講了一個掛 他說但是後來他就拒絕 再讓高鴻安來喝了 那至於詳細的原因 他說他不要講 這個就要讓大家自己去推測了 我推測看看 一 高鴻安你看 連這個什麼 眼什麼睫毛貼 雙眼皮貼 然後這個連女性的生理用品等等 全部都要從助理費去支出 所以我可以合理的推測 是不是他要凹邱逸宇 然後他不願意付這個一千塊 還是說你們助理全辦公室 去給他裝了好幾杯 邱逸宇覺得說 你那個一千塊 他不是說你要付費 應該是說就是一起幫忙 消耗掉這個成本 他沒有在賺錢 是不是你們給人家多喝了好幾杯 還硬拗人家 所以說這個人家才拒絕 讓你繼續喝 我覺得邱逸宇言下之意 是在暗示這件事情 我是合理推斷對不對 所以說剛才現在 你現在第一 你新竹市政做不好 大家對你停留的印象是什麼 你本來找蔡立青來對不對 搞得好像一方面 大家是說要當免費的法律顧問 二方面是什麼 想要讓他去開挖新竹棒球場 想說這個雨戰止戰 新竹棒球場這件事情 我同意應該要查 但你現在根本 根本沒有查出半撇 然後你現在自己這個法律的事情 你自己又處理不好 所以說我覺得高雄還來 接下來不管民眾黨怎麼去佈局 他現在看起來是想要拖延 拖至少可能任期過半 那過半之後 那即便是這樣 可能這個邱成元代理 那邱成元代理 或許接下來 這個高雄接下來沒辦法再選的話 邱成元就可以直接接棒去選 但是這個Grace剛剛暗示 我們已經在地方 這個有走動的這個人選 這個不得不佩服朱立倫 這個真的要佩服朱立倫一下 他的眼光看得很遠 難得喔 雖然這個他還是很常做一些錯誤的事情 但是對的事情我們還是要給肯定 這個叫就事論事 這個朱立倫眼光看得很遠 早就已經安排這個人 跟民眾黨的關係也不錯 在新竹地方有所經營 那個時候他派他到那邊去當某某某的時候 我就看出來他未來的佈局了 所以說高鴻安跟柯文哲 現在應該很緊張 想說糟糕 接下來這個在新竹 所以高鴻安要緊張 因為柯文哲也不一定非保你不可 因為這個人跟柯文哲的關係也很不錯 我都講到這邊 大家去Google一下 應該就知道是誰 所以高鴻安現在是這個 這個內憂外患 雙重而知 所以接下來這個我覺得還有得看 幾天 吃 雙헌 轉 ,